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集是香港時間早上播出 但錄影較早前錄 我們有關基本告這件事 好 星期一的直播是放回會員版的 如果想看星期一的直播 銀行過數的話 就連批60英鎊 或是72欧元 或是105加紙 或是115號紙 你寫回E-mail我去參考 我就幫你處理 現有會員我會轉的 好 接著 請少許喝咖啡 還有給我 Discite 檔都還在 這件事 英國機場混亂 昨天說了 但這個中數說的是香港機場混亂 香港 香港機場的飛航資訊系統 香港機場混亂 最後 最初就是手寫 手寫 好像大時代那樣 這個已經是比較好的版本 最早的版本是紫的 最永遠的版本 然後 慢慢變成 網站就看不到 慢慢變成 一個Excel表 從螢幕裡打出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收起得好 其實這些系統 香港是不應該衰的 當然 香港新機場不是衰過一次 機管局也不是第一次衰 一些網絡的東西 它也不是第一次衰的 因為 你看到的一件事 是香港 你記得香港機場人衰 這個網絡的網絡 那時候 香港新機場人剛剛開的事衰過一鑊 然後 之前 雷神的雷達衰過一鑊 有些IT人很不妥 我為什麼不斷踩 Java 然後 這次又來一鑊 香港不是第一鑊 機場需要衰過的IT 不是第一鑊 其實也有很多鑊 由新機場機開幕第一劑 到現在 到現在又回來 當然你可以說 它的系統設計本身 有一些 缺陷或者問題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我就看 就未必是 完全是 那個系統本身的缺陷 因為 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雷神的系統 就不關於機場的航班資訊 對上一次衰航班資訊 已經很多年了 已經很多年了 例如Windows 或者Linux 什麼都好 系統都升級了很多 只要計算 就不會這樣衰發 只要不會這樣炒 你又不是說 好像英國那樣 英國是炒 hardware 直接炒電系統 那些是 Infrastructure 但這次又不是炒 infrastructure 這次是炒 software 這次是炒 software 又不是好像英國的炒 software 因為英國炒E基 炒 software 當然 如果說英國的IT人 有問題 原來也不會有 Post Office 炒文 那件事 但是 與此同時 E基的炒 和我們一向都有另一個想法 因為 你看回BNO 智慧器的資料 你看回英國和神根之間 那些暗條 英國的E基系統 是很複雜的 可以很複雜 有很多鬼形精怪的東西 都塞在裡面 你看不到 那麼多鬼形精怪的東西 都塞在裡面 那麼幾百個機器 就不奇怪 英國的系統 隨時是AI才可以 隨時是英國的國籍法律 都複雜到 但是 這次香港的情況 就不像是這些 不像是英國那種 本身的事情很複雜 也不是說 多元以為 那些架構有問題 什麼有問題 也不是這些 那麼我們就回到一個 最原始的問題 就是 近年香港機場的 控制 不是因為移民潮出了事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控制 是做得好 接手的人 或者是控制 原本那幫人走了 但是接手的那幫人 是OK的 你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公眾 是不會察覺 有任何問題 因為你沒有意外 沒有解決 連網絡也搞不定 沒有人認為會有問題的 沒有人知道會有問題的 可能是裏面有人爆料 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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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多的 就是爆料 就是這麼多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不是吹哨人 這是自爆 自爆的事情 為什麼會自爆 這個就是很想撐到的問題 首先 有一點 香港的IT人 一定是走光 因為你要做這些 系統的保持人數 你要做得好 你要做得好 你不是說 你吹水就可以 不是的 OK 因為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不是說 我吹水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你要保持人數 你的IT人 一定是要有一群人 在這裏 你的系統 是要有一群人 做的 那麼 之前 那些人是有經驗的 OK 因為 BNO Visa 這件事 就令到很多人走光 因為 香港人工高 不要忘記 有些事情 做這些國際機場系統 那些 全世界 公家的 很多人 OK 你有香港Airport的經驗 香港Airport 這麼有名 之前 你在香港Airport 做過經驗 你方釋 他應該沒有工作 甚至可能 他本來就是外籍人士 OK 他本來就頂不住香港大革命 之後的形勢 對不對 而且還有一件事 你不要忘記 因為 香港 COVID 那時候 令到很多人離開 也令到一群人離開 或者有一群人提議 退休 因為你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 我都要退休 很正常 或者 沒有工作 任何高就 很正常 恐怕自己 航空業未必 會回來 我也要想辦法 做IT 我不是做死機場 所以你BNO Visa 再加上 COVID 那時候的因素 你現在剩下 很多人離開 很多人都離開 很多人都離開 有些人可能是 因為他轉本BC 走 有些人可能是 BNO VISA 有些人可能是 我提到退休 因為我BNO VISA 我有條件 我提到退休 我走 有些人可能是 我怕COVID 怕有事 就離開 你想一下 你那裡離開了多少 對吧 你說之前 都還沒有離開 那你差不多 你2020年 開始BNO VISA 你那些人開始撤離 去到2024年 4年了 4年撤離的人數 足夠令整件事崩潰有餘 我認真 你說搞到整件事爆肌 有剩下 說真的 你怎麼都爆肌 你怎麼都爆肌 所以你說 這件事上面 香港機場混亂 這件事 我不認為是一個 單一事件 這個是跟香港很多 近一兩年的混亂有關 因為你移民潮有經驗的人 你都離開了 這跟90年代 90年代也是 90年代 你移民潮走了一批人 然後有些人 雞犬升天 根本上是搞不定的 就上了位 最初 雅手不成聲 那就出事了 所以有時候 那時候好一點 那時候有些回流的人回來 他們做事比較負責任 那些 那些 他們在西方讀過書 他們都知道是怎樣做的 很快就回到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 OK 那 如果香港的機場 都離開了 那些人 而 最後 出來的那些人 是正常的人 可以 那沒有問題 這件事沒有大礙 這件事是OK的 問題不是 OK 問題 我現在看到 你完全看到另一個 現在看到 看到 現在看到另一個狀態 現在 因為 現在香港的 這樣的政局 就是 有什麼事情 那些人走了 中國想著 找中國的人來接 欸 我中國的系統更厲害 那些 中國的系統 第一 經常出事 你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一個 傳媒沒有新聞自由 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中國的系統 出事 是 你中國人做事 它一定有很多 那西方法 OK 尤其是 尤其是 有很多 雅西 因為中國人做事 是很負責任的民族 他們會用很雅西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好了 他們用很雅西的方法 解決問題 之後 事情就出現了 當有些 不斷用雅西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你会想象到 你这帮中国人会写到是一种软杀大户 最初没什么的,最初你不觉得 最初你不觉得 老实说中国人转到也可以 但是你一个问题 一去到某个位置爆发点的时候就爆 现在还未是旺季 旺季都爆灯 如果去到再旺季7月的时候 你还不跳舞 你还要有这种东西 之前的班纪没那么多 因为航空未恢复 很多东西没有人察觉和气 人们离开了,人们山梭 你会看不到 对典型的例子 刚刚疫情开放之前 没有,在德国的机场经常有个原因 通常会是安全 为什么呢? Dusadov才会有几次 原因是什么呢? 那些人还没有训练 有很多人是新的 要是旧人已经离开了 没有人接手 刚刚接受那些 鸡手鸭脚 都算了 那些都算了 那些 那些 那些中国人就是什么 那些东西可以转移到 加上官场文化 那些东西 中国那些 官大 就是学问大 那些朋友 官大学问大 就是说 你所有东西 你所有东西 那些人乱来 你所有东西 你所有东西 你什么东西 你一直潜伴 你那些机器没有那么多 你不会觉得有问题 因为你那些 你机器少的时候 问题很少 你招不多 你的数据不大 哇!你机多的时候 你就惹了 你机多的时候 你机多的时候 你班次开始多的时候 你还不懂 我怀疑香港 香港之前已經很霸佔,但未去到崩潰的地步 但現在你可能會去到某點崩潰 直接崩潰 所以你說暑假會不會由機場出事,我不知道 你不用想到會不會是打算封關的事 你又不用想到這麼悲 封關以鄧炳強作風度去擺明居馬 他不認,但又擺明居馬肯定是 他是這一種的,鄧炳強 鄧炳強是正雖人 但他不會用機管局或故障 讓這些人無法阻擋他 他不會玩這些 這不是他 他不流行這套 他喜歡明刀明槍 鄧炳強是怎樣 我是這樣做事,怎樣吹啊,咬我一笨 那些人 但是就不是這套 但是你說中國來的那些,你的合約又便宜 然後那些人的水準 不是這樣做 所以你說高鐵我擔心的 高鐵 之前和系號追撞以外的那些,沒事的 你和理時那些,怎麼寫program 大家心照吧 之後又要改進的那一回事 之後可能你和理時 你怎麼說央求或者給錢日本人 要日本日鴨那裏解決的那些信號系統 那些問題幫忙 就是給錢的 你給錢的日鴨是幫他做的 說真的 這也是事實的 而且日鴨基本上 他是少數歐日系統傳統的公司 他現在買了Talix的信號系統部門 基本上 歐日系統都是一間公司 他是比較少數 他更加有經驗 我懷疑 中國當初找他救命的時候 他覺得不如買歐洲系統算吧 Talix又想專心做軍事公司 因為Talix是軍事公司 所以你說中國會不會 中國的小朋友做事的態度 會不會搞到一些事情一和捧雞 會不會搞到一些事情一和族 當然是,不用說 中國人接受了十大劑 而且 這種大劑情況是不會變的 短期外來講 不要說短期 長期發生 因為 第一 你不會請到好的program 好的program 好的engineer 一定不會留在香港 最終就會全部離開 你都出不來這個錢 就會全部離開 尤其是你屬航空系統 那是國際性的 國際性 我可以在英國找到食 我可以在其他國家找到食 我為何要來香港 我為何還要留在香港 這是一個問題 接受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是寫program 那些習慣 渣龍攤 有些人說 可能我找外資公司 找印度人 哈哈哈哈 你們想你了 外判你嫁低借 然後找一群印度人和你搞 啊 印度IT 外判做得好 因為他們英文做得好 數學水平高 好像叫做elgrafon 也能夠感受到 他們 問題是他們做事也是 啊 我告訴你 這將會是長期問題 即是 你遇到神是某事 會來一劑 即是 你現在很多時候 這些意外 不是 一單半單意外 因為現在 我不是一單半單 一定是最後是系統問題 制度問題 簡單 現在你要出意外 多數是制度 因為你說一單半單的意外 其實現在寫program 或者現在的科技 已經去到 將這些東西消除得七七八八 但是呢 如果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是 制度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封氣無法解釋 譬如你命令一些 曲頂 你 難道 找 我現在未去到AR 可以將曲頂 我以為命令字 我命令曲頂 現在未去到 有這個能力 有人有這個能力 但我不想去香港 有這種能力 有這種技術 是不是能夠影響到 未知 可能之後能夠影響到 中國要的馬龍 也不需要 你自我維持的系統 總之 就是 神仕有時候 檢討 分析 Otking 看看有什麼可能的誤誤 然後 自己改到 曲頂 自己測試 然後 會不會有一個自我維護系統 Maybe OK Maybe 如果有人寫到這個 自我維護系統的話 我可以準備 征服火星 應該是 AI是需要的 征服火星 可能需要這種技術 或者功能 因為外大空 難道找個人專門做Program 不可能這樣 你一定不可能要這樣做 沒有問題 問題是 你未有這種能力支持 近日 中國的AI是受限制的 中國是不會讓你玩AI的 不會讓你發展AI的 中國不讓你發展AI的 老實說 你想玩這件事 你怎麼這麼做 你這麼清楚 對不對 所以 你說 我怎麼看 你怎麼看 香港機場的事情 香港機場說 你會持續 我不會說持續 但是你會不斷地同步發生 因為這是制度問題 就像我剛才說英國 OK 八明漢雖然就輪到 Manchester 就是我昨天說過一集 一樣 制度問題 人的問題 你回到人的問題的時候 你那個不是要用機器解決 那是一個制度解決 一個是管理的問題 OK 一個系統的問題有多少 有很多的問題 有些是 硬件設計問題 硬件設計問題 那你換硬件 好嗎 如果你是OS的問題 那你換OS 你慢慢過到去 有一個OS 對吧 如果你的問題是 軟件設計的問題 那你改變 那你改變 或者有些是小的 很多Buds 有些Buds 你找不到 那我找人debuts 找到Pogrena 去慢慢debuts 對吧 你把Buds脫出來 對吧 debuts就是 你那些蟲 從進去增空管 然後捉它出來 幫你去debuts 那不是這個 對吧 這真的是捉蟲 debuts真的是捉蟲 這個意思是 但是如果你說是制度問題 文化問題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工程師的問題 所以工程師是做 機器的東西 機器的 數學的東西 如果我不是工程師 如果我不是工程師 我是一個 系統問題 制度問題 或者是文化問題 解決那個不是工程師的問題 那是一個管理的專家 或者是政治學家的問題 政治學家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某程度上 一個管理的人 或者B.A.是管理的人 他是管理的 他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這個所謂的 一些人所衍生的問題 人的衍生問題 要靠制度 可以靠一些政策去解決 這個是另一件事 這個是 如果是移民池道士的人手流失 或者是 跟著中國人的做事手法 你是解決不了 那個涉及觀察文法 你是無解 無解你就會出事 對不對 你 你 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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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的看法很簡單 OK 現在的香港人要預計 每天的生活 要預計多些什麼東西 OK 因為 你不像機場 你回去的很多東西都是 你針對會危及安全 譬如 無解 電壓下降 那件事 之前經常有電壓下降 那些事件 都是這樣 那些電壓下降 無解 無解 那些電燈公司 神社會電壓下降 有些是否用 當然你可以質疑 是否用中國 但是 另一件事 就是香港的電力工程師走了 然後你換那些 要不就是新製 要不就是中國的電力工程師 才不是一開始炒 就是這樣 你會香港東德化 這些 這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會影響民生 絕對 就是因為這些 你整個系統 你的社會 要社會運作向順 你要走得好 你要走得有效率 而且有質素 很多是配合的 英國人現在留下了一個好的制度 其實英國 如果不算人家做事 拿樓攤 其實英國在殖民地建立的制度 是很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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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高效率 那些員工高效率 對不對 樓價是貴 但是所有事情是正正上 OK的 沒有問題的 OK 政治上很多問題 是不民主 那些很難更上一層樓 也是事實 那些就是大革命的原因 但是那些是 在行動的程度 大家是OK的 大家是滿意的 但是現在 但是為什麼 在行動的程度 不斷出現問題 沒有問題的 你不是Gothic的問題 而影響的 已經是 人們一走就是這樣 人們一族走 你換來 是中國 越幣區族人幣 你就會這樣 所以你香港的水準 會繼續走得下降 你要避免這種向下降的情況 出現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香港歸英 香港歸英 會怕英國要拿樓灘過來 那未必會的 說真的 否則以前 香港英國管節的時候 都一早 整個州下拿樓灘 你不如怕英國公民 湧入香港 那是反應問題 那是真問題 之前的英國公民沒有議席 香港是OK的 然後現在 香港人進來之後 就說 香港是OK的 所以我說 以後香港一定是直屬英國本土 香港人要明白 除非有人制止 制度上制止 由中國人接受工程 否則現在就沒辦法 但是現在人手上 以制度上 你都不會容許這件事 制度上要輸送利益給中國 所以高鐵位置 高鐵位置 高鐵位置 坐臥鋪 這件事 就很難 猜到說 Sriptor Carbon 這種玩法 歐洲很流行的 說真的 我有機會 我用鐵交角度和大家說 澳洲聯邦鐵路 這件事 是有提供這個服務的 一向都長壽了 但是人家是有水準 日本的那些 先後座 也有很多人搶著 你有沒有那個服務水準呢 我不認為是中國人 中國人不記得 硬件每個人都有 軟件不是每個人都有 真正的軟件是人 好了 這一集我講到這裡 那麼 今天晚上再見 香港時間